好了 說回整個市況的形勢 今天的市況比剛才好嘩嘩 都是23700點左右 現在就差7800點了 上上下下的 雖然今天升上200點 但是形勢暫時不能夠太樂觀 原因很簡單 第一 今天市況上升 但是成交就明顯比昨天低了很多 剛才看過也不夠13000點 昨天節目也說過是2200多億 差了一大距 升市 成交縮 顯示市的上升動力就平平 並不支持繼續向好 再升的動力要先打個問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回到點題的字 就是身懷六甲 身懷六甲是甚麼意思呢 看看你的圖 看看恆生指數的圖 就知道是甚麼回事 所以身懷六甲就是 是一個代變信號 代變信號 代變信號 代變高低位 之前一天交易日 就是一支陰竹 換言之 還未有明確的方向 等待 等待就是變化 勉強來說 連續跌下去 出現代變信號 是偏好一點的 但是 今次的情況 就要特別小心些 未必向這個方向想 要提防 有偏好一點的同事 會不會 其實作用未必那麼大呢 一來剛才說了 大指成交 就反彈縮 第二更加重要 就是外圍整個情況 隨著昨晚發生的事 是有些轉變